大家好 今天过来山里摘比利果 前面这个树上接了好多这种比利果 准备摘一点回家里做凉粉 这种就是比利果 这种比利果它有两种 你看像这种 它就做不了凉粉 它里面没有那种果肉 摘下它会流出很多这种白色的液体 像这种比较瘦小的 里面特别坚硬的那种 它就可以做凉粉 好了,一下就摘了这么多 做凉粉有这么多差不多够了 这个树上还好多 就摘了这么一点 现在我们就回去家里做凉粉 现在就是把这些比利果切开来 然后就是挖出里面的果肉 放到太阳底下去晒 这些比利果的果肉都已经晒好了 现在就拿它来做凉粉 现在就拿它来做凉粉 像这些粉可以做几次 下凉水 我这个是三泉水 接下来就是把手洗干净 来抽揉这些果肉 里面加一点米饭 一勺就可以了 这样做出来的凉粉 就会更加有劲道 就这样抽揉 把那些果胶 全部这样抽揉出来 要是喜欢浓稠一点的 就小加一点水 这样做出来的果冻 就会更加有劲道 弹性更好 好了,这些果胶 差不多已经凑螺出来了 就这样把它放到冰箱里 过几个小时 它就会凝固了 放到冰箱里几个小时之后 现在就已经凝固了 可以吃了 特别Q弹 像果冻一样 是否特别好 加糖 当然有条件可以加蜂蜜 这个霹雳果做的凉粉 就可以吃了 特别Q弹 有劲道 很美味 等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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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会